武漢危險台灣本土核進病例 今天再增加470例例 希望人數攀升增加到21人 本土新增核進人數 主要要是一種在新北和台北 中法官的部分 今天新增加6例 總核進人數來到197例 今天中法的核進案 多數都是來自拍馬車做成的困住 上市的情形 關鍵頭過中法官政府的事情 記者回來了解 今天中法官的疫情重點 要是在打麻糬打狗軍組感染 大家的靠近個案 就四人是打牌來感染 那今天新增6例 那我們的個案數已經要接近到200例了 今天這6個病例裡面 實際上是有4例 就是我們所說的 本來是隱形的傳染鏈 被我們發現出來了 就是麻將排卡的傳染鏈 那我們不再 沒辦法從這裡面去區分 誰跟誰打牌傳染的 因為他們有高度的重疊性 在不同的時間 跟不同人都會重疊來做這個 排卡的聚會 除了打牌造成的傳染鏈以外 還有補軍感染完不便的個案 都在調查當中 粗暴跟家庭 那才是工作中所的軍事有關 在所有感染源代查的個案 我們累計來講有18例 那實際上這裡面呢 分別有2例 6例 4例 是3個最近發生的群聚 那第一個群聚呢 我們的線索是指向 跟台中的確診個案相關聯的一個群聚 那第二個群聚 這個案數滿多的 已經來到了6例 那這個感染源還在查 但是看起來 這個是大部分是一個大家族的一個群聚 個案數還會再增加 那第三個是一個職場的群聚 我們現在正正在做感染源的釐清 跟現場這些職場裡面的控管 有在找做更多因為打牌造成的感染個案 衛生局發出緊急的篩檢動員令 和民眾不用擔心 只要有接觸到冠軍來提檢 你出現症狀 只要到我們的監測站 這幾家醫院的急診室 你只要跟醫生說 我接觸過確診個案就可以了 醫生就會根據你的症狀 幫你來做PCR的檢測 所以再次呼籲請使用這個通關密語 保留一點你個人的隱私性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 5月16日之後 你如果參加任何排咖的聚會 或是你的家人 有參加任何排咖的聚會 出現呼吸道症狀 請你務必到我們的醫院 去做診療跟採檢 因為這波打牌來造成的軍組當中 已經有兵役代表嚴嚴 王輝比也好在臉台 但是不要走通 雙民國部更要注意 他們的接觸 我們現在有一個代表 三個里長都有狀況了 所以拜託大家 不要跑通趴趴趴 來減少我們病毒來傳播 那因為大家的活力都很強 那也很多的民眾 常常會去服務出座 那這個又變成另外一種 感染的一個風險 所以拜託 希望民眾 減少去市場裁買 一回去調查 東西不好 且對各鄉頂市 對傳統市場的關係 也都關起了 多狀心無論中想中話 蔡宏博德 蔡宏博德 我選擇 他對